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风邪当中我们谈到了几个过敏性的疾病 也就是说在西医当中所讲到的好多过敏性疾病 它的过敏源就属于我们中医当中所谈到的风邪 我们这节课来看 六吟邪气当中的含邪 什么叫做含邪 含邪它和风邪一样 一定要注意六吟邪气当中 首先强调的是自然界中 所以凡是具有了自然界中含之凝致收隐特性的外邪 看哪里啊自然界的吧 你只要是符合了含这种性质 什么性质 凝致的性质 收隐的性质 那么这个邪气病源就应该归到含邪当中了 所以从他的性质当中我们就应该很清楚 自然界 含 什么时候含 一年四季都有着一定的含 是不是 比如说三府天 忽然间来了一场轻盆大雨 夹的冰雹 是不是有一点冷了 对 所以寒邪也是四季当中都有 它只是在什么时候多呀 什么时候冷得厉害呀 冬季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冬之 主气 自然界当中冬天冷得厉害 这是寒香 所以自然界当中一定有着一部分病原微生物 它在这个季节当中就很活跃 而它活跃 它就符合了自然界当中寒的这种香 所以这些微生物侵犯到人体 引起的疾病 所发生的症状就和寒它的表象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类的病原微生物 把它叫做寒邪 叫做寒邪 所以寒是冬之主气 它的性质还有什么呢 凝之之性 凝之之性 还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收饮的性质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寒则宁 寒则宁嘛 是吧 你比如说 咱们家买了一瓶蜂蜜 那个蜂蜜你拿回来放到在夏天的时候 你看它是清晰的液体 稀稀的 拿个筷子把它一沾 可以拉出丝丝来 很稀 你把它大冬天 输酒寒天 你把它放到咱们院子里边 放上一碗上 第二天你拿出来一看就成什么的了 下面就有了那种白色的晶体状的东西了 叫结晶了 为什么结晶了 凝之了 凝之了 收饮讲的什么呢 收饮是往回收 往回饮 热涨了 冷缩了 冷一缩就叫做收饮了 所以一个凝之一个收饮 它是不一样的 这是寒邪的性质 这也是自然间寒气的性质 由于寒本身就是这么几个性质 那么只要是符合了这个性质的邪气 我们就把它叫做寒邪 所以从它的性质上 我们来看它的治病的特点 大家再看 一个是在冬天的 一个是宁的 一个是质的 一个是收的 一个是饮的 所以从隐阳学说里边来讲 它又符合了谁的性质了 符合了阴的性质了 所以寒邪它为隐邪 寒邪是隐邪 既然是隐邪 既然是隐邪 那么它侵犯我们人体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隐邪的那么一种特性 所以从治病特点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隐邪它容易伤我们人体的阳气 伤我们人体的阳气 伤哪儿的阳气啊 同志们 请注意 这是外邪嘛 外邪侵犯人体是从外向内侵犯了 所以你说谁先给它接触了 体表 所以它伤阳气伤哪儿的 首先伤的是我们人体的表阳 就是基表的阳气 来大家注意 外边的天气很冷 我们穿衣服穿的有点淡薄 比如说在舒久寒天 我就穿着这么个衣服 我跑院子里边去了 请注意啊 脑子好着了 心也好着了 神知都好着了 可不是脑子不正常穿着这么个衣服出去了 是为了给你掩饰一番 外边天气很冷 舒久寒天 零下三度 穿了个这么一个衣服 跑到院子里边去砸烂 打个嘚嗦 打个嘚嗦的结果是什么 身上磁溜 跟你起了一身什么 小疙瘩 老百姓俗称鸡皮疙瘩 对吧 那为什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收音 所以整个皮肤就收音起来了 一收一饮 他还不仅仅 比如说他平常那个凑里是开的 他现在一收一 还不仅仅是把这个凑里避住了 避住还不行 我还向外边弄出去了一点 严厉保护 长了个小疙瘩 所以一上表扬 就会导致凑里逼合 这是自然界的寒气 那如果是寒邪呢 自然界的寒邪要侵犯我们人体 是不是也伤我们人体的表扬 那么我们人体的凑里是不是也要闭合 看这儿 大家来分析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是我们人体的 机表 阳气从体内 无时无刻 不向外边不散 就是时时刻刻 他都在向外边不散着来 机表 所以我们默默机表很温的 阳气到机表干什么来了 顾护机表 防止外邪入侵 那你说自然界有没有邪气 有 我刚才上一节 我大家讲过了 所有的自然界的外邪 都跟我们一块 我在这走 所有的邪气在我身子旁边 四面八方 跟我一块走了 前呼后有 我就好像是邪气的皇上一样 他保围着我往前走了 其实我不是黄长 他们在伺机寻找机会来侵犯我 现在出问题了 在邪气当中 时时刻刻又含邪 这是有的 现在有个问题 要么当我们集体的正气 略为有点不足 要么当外面的邪气 有点强 他就要侵犯我们 侵犯我们 我们让他侵犯不 那肯定不乐意的 不乐意怎么办 收 后来就会逼合 一逼合 好了 逼合了 里边的阳气是不是就出不来了 外边有了那点阳气 被人家已经伤了 所以外边还有阳气没 机表的阳气还有没有 很少很少很少了 所以阳气在外边要温序我们的机表 现在外边的很少很少了 是不是就冷了 阳气在寒吧 再加上这种寒邪 寒邪本身也是个寒吧 所以我们人体的外边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乌寒 对吧 阳气有没有 有 平常人家要出来的 现在你凑了一笔出不来了 这里边是不是就多了 多了就咋了 阳生则热吗 鱼儿化火吗 所以这里边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发热吗 里边一发热体温就高 里边的体温越高 外边越盼了 所以有些人说 医生不对了 我今天浑身难受 浑身冷得不行 最后你一辆体温 39 40 还有人想 说我冷得在家里边盖一个被子不行 盖俩被子 俩被子不行 还得盖三被子 你干啥八条被子都不管用 武汉绝对不是你盖被子能够解决掉的 什么原因 就这个原因 还处憨 凑里逼了 凑里逼了 就会表现为 武汉 那么阳气不能到达我们人体的基表了 那我们人体的基表平常是很舒展的 为什么很舒展 阳气吗 《黄历内经》里边讲的很就是阳气者柔则养金 我们筋脉的这种舒展性是阳气对我们的温养 我一直在讲经脉就和我的皮带一样 你看现在自然间的稳度还可以 你看它很柔软的 就好像我们这个肢体一样 你把它放到院子里边 零下二十度 它就怎么了 阴了 失去了阳气的温虚 所以当我们的阳气不能到达基表的时候 基表的肢体的筋脉肢解 得不到阳气的温虚了 那就活动起来还利索呀 就不利索了 所以人也不想动了 那么不利索了 你就会表现出什么问题来 一个是发疆 这个字读疆 硬 酸 困 来 同志们告诉我 现在有个人来找你了 说医生啊 我头疼 我浑身酸困不舒服 我脖子这个地方还僵僵的 还有点发硬 难受 我怕冷的不行 你看个喘这么厚 两个棉袄 还怕冷 最后你一量体温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点一 你说它怎么了 对了 感冒了 这就叫做中医里边叫做什么 经典的感冒 众景先生也把这个病叫做什么 太阳 病 这就是张众景在那赏汗论里边讲到的太阳病的什么 发热 霧寒 头像 僵痛 不就是这么问的吗 哪来的 寒血 导致的 为什么 上了表扬 出现了这么一些的问题 所以上了表扬的症状知道了吧 我不用说了吧 怎么了 感冒了吧 感冒了应该怎么办 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出不来了吗 那你让它出来呗 怎么就让它出来了 这不是避住了吗 你把它打开 它不是就出来了吗 打开它就出来了 是不是 这是谁呀 七 你不能说一打开七 呲呲的往外边跑吧 不可以 七必须有个载体才能出来的 是不是 上一节课刚讲过 让谁出来 锦液出来 那锦液出来叫什么 锦液出来不是叫做憨吗 所以这种疾病是什么方法治疗 憨反 叫做发汗截表 发汗截表 感冒 当然了 有些同志说 我平常动不动就感冒 我三天两头就感冒 我家孩子也是三天两头就感冒 一感冒就是怎么怎么回事 好了 感冒应该生活上注意什么 感冒 它应该怎么去治疗 经常性的感冒 平时应该怎么办 发作了以后应该怎么办 这是好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我们后面在一并一讲当中 会给大家一个一个的都讲清楚的 所以我们有学员在这个地方着急了 说张老师我家孩子一年冬天就要感冒七八次 动不动就得打针 打针就得好几天 你看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 你能不能赶紧告诉我 赶紧告诉我 赶紧告诉我 我今天就不想让他感冒了 稍安无躁 很快就会告诉大家 这是这个地方所做的上楼表扬了 同志们 这个韩蟹也很糟糕的 它只是比缝蟹可能少比乖一点 我们把前面我缝叫做贼缝 韩蟹也叫做贼蟹 所以它不仅仅想伤害我们人体的表扬 它有时候你一不留神 它车给你传进去了 我不从你级表走了 从哪走 它直接侵犯我们人体 侵犯到我们人体哪去了 比如说你一张嘴 从这进去了 有时候它还从你的呼吸道里边进去了 直接就下去了 我们把它叫做直中脏腹 直中到哪一个脏腹去了 一个是脾胃 不仅仅是韩蟹容易直中脾胃 自然界当中的韩蟹 它也容易直接侵犯脾胃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北方人为什么先吃饭后喝汤 南方人为什么先喝汤后吃饭的问题 同志们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生活习惯 它不叫民俗 它也不叫民俗 它叫做生活习惯 那么生活习惯的形成 使我们的老祖宗经过了若干代 不断的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的东西 谁决定的 地理位置决定的 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说一句话 中国现在反正是不缺专家统治 到处都是专家 所以拿一个转头撇出去 可以砸到八个专家 其实这八个专家还是特别爱说的专家 为什么我这样讲 有人就拿北方人先吃饭后喝汤 南方人先喝汤后吃饭说事来 说北方人不懂得生活 说北方人不会吃饭 北方人不会吃饭 五千年的文明到今了 说人家南方人懂得吃饭 人家南方人会吃饭 人家南方人懂得营养 请问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地在哪里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从什么地方辐射出去的 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研究过没 没研究过你凭什么下这么一个结论 他还讲了 说你看人家南方人想喝一点汤 喝一点汤润润嗓子 为什么要润嗓子 凭什么要润 他还讲了 说这样一润消化线就分泌消化液 不仅仅是你润了它会分泌消化液 当我们人在看见桌子上翻的时候 就流哈喇水了 流的我哈喇水就是消化液 还有你喝碗汤呢 本本主义 教教主义 胡说八道 这就是我们有些专家 还前面冠个名字 营养学家 还有人这样讲了 说喝点汤润润 然后消化线就在分泌消化液 说你说第二步干嘛呀 把我们的老北京都教 等到小朋友就这样教你 就我这种语言 你说第二步干嘛呀 就这种语气 第二步干嘛 第二步先吃菜 说为什么吃菜呢 说菜里边有醋纤维 说把醋纤维吃到胃里边 马上就膨胀 一膨胀 你后边有了饱腹感 所以后边你就吃的少了 因此你就吃不胖了 人是杂食动物 人不是兔子 你不能让它每天吃草 是不是 然后吃了一肚子菜 吃满了 满了我不想吃饭了 后边咋办 然后第三步 你在吃主食 最后你只能吃一点点 所以你永远泡不了 殊不止你把它搞得 直接营养不良了 面黄激素 人家还比人 以为我们在遭灾呢 这就是我们很多营养学家 所谓的营养学家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纯粹的胡说八道 所以南方人先喝汤 后吃饭 北方人先吃饭 后喝汤 地理位置就要听到 北方人的冬天天气比较冷 吃完饭以后 你是不能到院子里边去玩的 不能到院子里边去转的 否则外边的寒漆 就会直中脾微 脾 我们的微是由平滑肌构成的 平滑肌一收到寒冷的刺激 马上就会收索 凝脂收银 平滑肌一收银 微就会净卵 出现了净卵性的疼痛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 就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 总结出来这么一个经验 说吃完饭喝点热汤 然后这样出去以后 即使有点凉气跑进来 这个热汤 它和这个凉气就中和了 可以缓解它的寒凉质性 保护脾胃 不要让我们的脾胃经乱 在这儿呢 这才是它真正的道理 这叫做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总结 留给后人的警示 那么为什么南方人先喝汤后吃饭 后边相关的内容里边再去讲 大家先把这个 为什么要北方人先要吃饭后喝汤的道理 先搞明白了 这个好多营养学家呀 我一定给你打印豪 不能一天胡说八道 你把我们中国人都交成什么了 最后交的中国人连饭都不会吃饭了 每天格尔尼在那个地方做个饭 还得拿个小秤 每天去称 很复杂的 很麻烦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执重脾胃 还可以执重哪里 执重少阴 少阴在哪里 上一节课在经络学说当中刚讲到了 少阴 守的少阴经为心经 足的少阴经为肾经 所以执重少阴心和执重少阴神 因此大家都有着这样的经验 冠心病理患者 心脏病理患者 挺难过的 一年有两个季节难过 一个季节就是输就寒天 为什么 一个是自然界的寒期恨重 二一个是自然界的寒邪很多 不论是寒期还是寒邪 都可以执中人体 侵犯少阴心和少阴神 一旦侵犯少阴心 血得寒则宁 血得寒则宁 本身心脏的供血就不够 现在阴凝越不够了 就假重了心脏的缺血 所以平常就是个关心病 这忽然间来个心脚疼 甚至还出现心脏的胆势性的缺血 甚至还可能导致了大面积的血酸的形成 所以很容易出现意外 这是我们所谈到的 它的致病特点当中 它的一个是可以赏击人体的阳气 那么其二一个呢 凝脂 凝脂什么 凝脂 精脉 它凝脂精脉 在经络学说当中 我们给大家谈到了 人体的经络是干什么的 对了 人体的经络 它是统形全身气血的 所以一凝脂精脉 气和血的寻形就咋了 就会寻致气血的寻形不畅 气的寻形不畅叫气质 血的寻形不畅叫血瑜 气质了 血瑜了 还通不通 不同了 不同则 痛 所以就会出现痛 因此在六阴邪气当中 最容易导致疼痛的邪气 就是寒邪 那么寒邪导致了疼痛 瑜伽也会导致疼痛 前面我们还在讲到一个血须也会导致疼痛 也就是说引起疼痛的原因很多 那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原因引起的呀 寒邪导致的疼痛 一定有着它自己的特点 它是寒邪 它伤了我们人体的阳气 所以从这个疼痛的性质上来讲 它是一种冷痛感 冷痛感 冷痛 那么也就是局部疼痛 而且怕冷 所以你一受量这种疼痛就加重 暖一暖这种疼痛就会减轻 所以我们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说这个吃完饭了 到外边去转着一圈 不留神 寒气进来了 我们微疼的不行 这个时候拿个什么 拿个热水带暖一暖就会好一些 对吧 或者喝点热盐汤 红糖水 生姜汤都会好起来 对吧 再比如说有些女性出现了痛痉 有些女性出现痛痉了 这个张三痛痉了 说买了点红糖 喝了点红糖水 人家这个肚子就不疼了 好起来了 另外一个女同事说 我也痛痉了 我也喝点红糖水吧 最后喝了红糖水 不解决问题 为什么同样是痛痉 都喝了点红糖水 为什么有人有笑 有些没笑 一个原因 有消的人 人家那个疼痛是寒邪引起的 没消的那个人 你那个疼痛不是寒邪引起的 再比如说 有些人说了 说这个痛痉好多人在吃一亩草糕 说这么张三吃了个一亩草糕 人家好起来了 李四吃了一亩草糕 不管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我痛痉的原因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吃了同一个东西 不一定大家都有效果 那么痛痉的问题怎么解决 一病一讲当中 也会给大家谈到 我们讲会给大家谈到 比如说淤血类导致的 气虚类导致的 含血类导致的 它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 还有人讲了 说医生 我这个胃里边经常不舒服 我吃一点点凉的 我就胃难受 吃个冰激凌 我难受 我不敢吃了 吃个凉皮 我也难受 我也不敢吃了 现在搞到什么情况了 大夏天的 我都不敢吃瓜果了 吃了个西瓜 我就胃里边难受 就不舒服 怎么办 关于胃痛的问题 一病一讲当中 也会给大家讲到 胃痛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还有人讲了 说我这个少为吃一点凉的 大便就不成型了 就拉肚子 平常就有一点不成型 现在稍微吃一点 吃的不对了 马上就拉肚子 一天得拉好几次 甚至有时候喝了一杯子啤酒 都要拉肚子 拉两天 腹泻 什么原因导致的 怎么办 一病一讲当中 也会跟大家谈到 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还有更多人和其他有关系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这是我们谈到的 疼痛的问题 疼痛的问题 是冷痛 得温痛减 欲寒痛身 那么还会说 它的位置呢 疼痛的位置是固定的 它不会说是和缝鞋一样 煽动不拘 是游走的 这个东西 只要是疼起来 就在这 它不会 为什么会编 而且疼痛的 疼痛的比较厉害 可能有些人也会这样问我 说你现在讲寒邪 寒邪是一种冷痛感 怎么我那个手动了 我的手动了 怎么后来是热热的疼呢 这个问题 大家搞出问题来了 寒邪引起的疼痛 一定是冷痛 还记不记得 我上一节课 在讲到六吟邪 七致病的特点当中 最后给大家讲了一条 叫做转化性 比如说你今天 手动了 一定是冷痛感 明天也是冷痛感 然后过了好几天 它可能局部发红了 发热了 是一种灼热的疼痛感 因为这个时候一定寒邪 鱼儿化热了 邪气的性质发生转变了 这是我们谈到的 它凝脂经脉 第三个就是它收饮 收饮什么 它收饮的是气机 收饮气机 一旦收饮气机 就会引起 精气的疏不不利 精气的疏不不利 精脉的收饮不利 所以一旦出现收饮气机 第一个是会影响的精脉 精脉就怎么了 同志们 比如说你今天受了凉了 你这个腿就怎么了 有没有这种人 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 收着点凉 突然间这个腿很难受很疼 一下就蹦起来了 蹦到床底下连绷带条 有没有这种人 有了 咋了 抽筋了呗 那我们中一里边把它叫什么 叫做狙击 叫狙击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好多人说抽筋了 说怎么了 抽筋了 说抽筋了 是缺盖了 同志们 缺盖 可以出现抽 但是抽并不一定 都是缺盖引起的 好多人晚上睡觉 睡得好好的抽筋了 是寒漆 上了我们人体的阳漆 导致了气机的收盈 影响到了筋脉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阳漆 养筋 则筋柔 现在寒了 所以筋脉就不舒掌了 就会出现狙击的问题 再一个呢 会影响到关节 所以我们有好多人给我讲了 说医生啊 我这膝关节 我告诉你说 我这膝关节 比CCTV的天群预报还准呢 明儿才会发生的事 我今儿早上就知道 我说啥了 我今儿早上 我的关节 也怎么 我马上就预报了 明天要刮风 明天要阴天 明天要下雨 膝关节成了天群预报员了 为什么 因为 刮风下雨等等等等等等 都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气机 引起关节的症状 所以在关节这个地方 你问什么 寒邪是收隐的 一收隐 伤及了关节周围的氧气 关节得不到氧气的温虚 它就会出现 屈身 不利 一个是发生屈身不利 有些人还会出现疼痛 所以同志们 知道关节屈身不利 关节疼痛 就是我们所说的 关节炎 咋回事了吧 一天把它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应该把它叫做风寒湿性关节炎 那么风湿性的关节炎怎么办 还有一些同志说 我不是风湿性关节炎 我说人家说我是滑膜炎 怎么办 还有人讲了 说我是腰椎的骨刺 我是这个膝关节的骨刺 推行性关节病变怎么办 都有很不错的方法 外用 有外用的方法 口服有口服的方法 外用加口服效果会更好 一并一讲当中 给大家去做解释 这是我们所说的 含血他的治病特点当中的 他的病急 那么从他的病危上来讲 从他的病危上来讲 他侵犯哪里了 他侵犯了两个部位 一个是这 一个是这 所以病危上来讲 哪里 一个是表扬 一个叫做脏腑之扬 那么脏腑之扬 伤及脏腑之扬 既可以伤及脾胃 又可以伤及心身 以谁为主 以脾胃为主 看看他的争装是什么 来 同志们 我们讲了这么多问题 把他的症状概括出来 含血上级人体最容易出现的症状 一个叫含乡 是不是 就叫含乡 那么他的含乡表现在哪里 那一个就叫做什么 乌含 不是刚才在这地方说的发热乌含吗 乌含是他的一个 再一个呢 他就会表现出代谢物 分泌物 是什么样子的 清的 吸的 代谢物分泌物是清晰的 比如说 含血一旦侵犯人体 上几刀表扬 上几刀肺的时候 就会出现流清涕 比如说含血一旦侵犯我们人体的脾胃 导致了脾气不生的时候 就会出现泄泄 什么样的泄泄 水一样变 这是不是清晰的 所以他的代谢物分泌物是清晰的 这是他的症状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是含乡 其二一个呢 就是这些地方嘛 说叫什么 肢结不利 肢结不利 就是屈身不利 活动不自如 这就是含乡 他的症状 这是我们所说的治病的特点 好了 同志们 这节课 主要给大家讲到了含血 它的性质 是凝脂的收隐的 具有了凝脂收隐的性质 所以他的症状 他的治病的特点里边 一个是饮血 伤阳气 凝脂 凝脂 凝脂经脉 收隐什么 收隐气急 既然凝脂了经脉 收隐了气急 伤了人体的阳气 因此他比临床的表现上来讲 就是一派寒香 同时会出现 人体肢结的 屈身不利 好了 这节课 就讲到这儿 感谢观看